色情下流,消失在中国年画市场的春宫画。 春宫画,顾名思义,怀春时情有,恭维之事亦有,众人夺以色情画事之,色情是未不可免之,然不止色情是亦也。 中国的春节,素有张贴年画灵符那祥之习俗,寄托对来年的美好希望。 在漫长的岁月里,年画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逐渐衍生形成中国民间特殊的象征性装饰艺术,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期的自然崇拜观念和神灵信仰观念, 故早期的年画多于屈胸辟邪,其幅影响这两个母题有什么一切关系。 而春宫画,这一带有浓厚色情风格的画作,在明清年代,也曾作为年画的一种,张贴于大门之上。 明人徐树还作十小路纪云,于山亦此林,观至大思成矣,子取赴于郡城,赴美而采, 郡亦少年,世路,思成笔指少年于死地,而其子反左右之,思成矣贯成吉, 其子赴能画,人物绝佳,春宫游京爵,风气所及,就连大家闺秀也喜会春画。 至于春宫画走近年画的行列,还要归功于天津杨柳青一代的贫家女, 杨柳青素有文化名震之称,其民间艺术非常丰富, 曾有家家绘典展,户户善丹青的景象出现, 这些贫家妇女,受艺术氛围的熏陶,也精于此道,并可做春宫画。 这些女性经济条件不好,但有绘画之功,春节前她们便将一身的绘画技能跃然之少, 画一些春画当作年画在市场销售,没想到还挺受欢迎, 这便成就了年画贴春画的流行习俗了, 之所以把春宫图作为文化来使用,一方面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再者,或与最早的生殖崇拜有关,又或者长期以来的文化习俗, 赋予了这些图画以神性,用之可以避写,避获。 后者,也是春宫画得以流传的主要原因了, 它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 如果只以画面中的人物动作解读,很容易将之归为单纯的影画, 然而,它实际承载的意义远远超出色情。 古代人常常在书中或者书柜里放置春宫图画, 或者将春宫图悬,贴于室内, 其墓地据说是为了庇护, 如明代昭明书画家徐卫在其着座录史中说, 有诗人藏书甚多,玫瑰必至春画一册, 人问之,曰,据书多惹火,此物可焰火呆也。 再如现代学者于世,存在其着座非常道终记载, 清代学者叶德辉在他的书籍中, 往往加入春宫图画,并曰避火。 春宫图怎么能起到避火的作用呢? 神话传说中,火神是一位美女,地位很是尊贵, 但有时脾气很是暴躁,有几十个个压关服饰, 后因犯了罪,被玉皇大帝贬为造价神, 美女火神平时洗着淡黄色衣服, 可是一旦发怒,就会改穿火红衣服,容易引起火灾, 于是人们就利用这些春宫图,当火神见到这些令人面红耳赤的图画时, 就会羞难难当而离去,因此也就避免了火灾的发生。 这些春宫画,对男女人物的姿势、神态、心里大都刻画的细致而真实, 反映出古人对男女性反应理解的深刻, 肉蒲团就有详细描写、未央生,给他的妻子玉香看春宫画, 并把上面的提拔念给他听, 这五幅春宫画配以生动的文字加以描绘, 用图文柔和的形式,反映出人类性生理、性心理之反应。 也因此,春宫画除了年画的辅助效用外, 在古代多位性教育的一种形式, 古时,受封建思想三纲五常等的影响, 未出嫁的女性一般都在规格之中, 也没有像如今这样便利的互联网提供了浩瀚的各种资料, 故而至出嫁前夜,仍不懂得男女之事, 不知性适合物。 如此一来,好多父母便在女儿出嫁, 之前买上几卷春宫画作为嫁妆, 有女儿结婚当日带到丈夫家, 到了晚上,春宫画便成为新婚夫妻的教材, 同时这也预含了父母们的棋子之意。 自古以来,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严格约束下, 有关男女性关系的艺术形式, 一直只以极为隐秘的方式创作与流传。 由于春宫图是以心爱活动为主题的绘画, 很多人便主观地将春宫图与低级下流联系在一起, 这是片面地理解。 春宫图在艺术上同样有高下, 雅俗之分。 在绘画艺术上, 中国古代春宫画多以工笔, 彩绘为主, 少数春宫画也用水墨, 画面看起来优雅别致, 其中比较昭明的有唐银留下来的春宫画, 他们既不黄, 也不银, 不过不少都已在时间的长河中丢失, 上门暴飞着, 是以巫洞做美女, 为主觉得准春宫, 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王属宫祭图, 卷本设色, 此图曾用名是孟属宫祭图, 又衬四眉图, 画面上四个歌舞宫女, 正在整装带君王召唤侍奉, 说的是五代前属后主王眼的后宫故事。 除了以绘画形式直接表现外, 文学作品中, 也有以春画为题词进行的描述, 东汉张恒诗作《童声歌》中有这样的描述, 一解金粉玉, 猎图陈枕章, 宿女魏罗诗, 一太盈万芳, 其中用作样板的图便是春宫图, 其实,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 也有关于将春宫画于小姐观看的描述, 春宫画, 这一起源于汉代的艺术形式, 七顶峰时期出现在明清, 一些达官贵人以公开的方式开始作为礼物馈赠, 对周边的日本也产生比较显着的影响, 日本的服饰会中就有浓厚的中国春宫画色彩, 不过, 与中国春宫图不同的是, 虽然都涉及性, 但日本的服饰会更夸张与富裕幻想, 然而, 盛极必衰, 物极必反, 明清后春宫画的命运越来越势微, 1951年春, 高佩罗, 荷兰曾经的职业外交家, 为了解明带春宫图谱底本的确切出处, 而走访杨柳青时, 发现女儿春在中国建国后已被废除, 艺人们也被随之遣散, 杨柳青过年贴春宫门话, 的现象便也消失了。 与春宫图谱, 岂見玄化宫图谱, 并且恐许地带签算王政宫图谱,